陈美凤扑街急摔骨头痛到打麻醉痛喊,人声跑麻灯 62岁最美欧巴桑陈美凤近期到日本,连日来在脸书上晒出开心旅游的照片 没想到昨天,15日,深夜他突然PO出X光片表示 自己因为没注意到地面高低踩空,又绊到助理的登机箱当场扑街跌倒 担心骨头是不是断了,因为实在痛到像是骨头裂了 陈美凤在脸书上提到,走路时不小心没注意到地面高低踩空盘到助理的登机箱 当场扑街,痛到叫妈妈,不晓得是不是骨头断了,我想完了,真是痛到人声跑麻灯 后来再有人介绍下,陈美凤在日本当地就医,诊断出来是手臂脱臼 医生先帮我打局部麻醉后再一边看X光影片一边瞧我的骨头 过程相当顺利,现在已经好多了 还好伤势不严重,但医师仍建议她近一个月内尽量不要乱动,因此节目录影必须先暂停延后 陈美凤为了不让大家担心幽默说,帮凤凤看诊的医生还蛮帅的,又温柔医术又好,所以当下我好像没那么痛 并乐观表示,幸好平时有多补充钙质,也常晒太阳将骨本顾好好,虽然脱臼但骨头仍完整,是不幸中的大幸 薄骨本,你可以这样做 从陈美凤的例子可以看出,日常保持骨骼健康,就能有效降低骨折,骨裂的风险,尤其40岁以后更要特别注意骨质的健康,远离骨质疏松威胁 然而,对骨质有益的营养素,除了钙质以外还有哪些?平时饮食该如何摄取? 以下盘点4种有助保护骨骼健康的营养素,少了一样都不行 盖质,上了年纪后摄取足够盖质,可以减缓骨质流失,维持正常活动机能 盖质除了让骨骼强壮外,也能帮助维持神经与肌肉功能 成大医院骨科医师戴大为在专栏文章中表示 一个成人身上的钙质大约有一公斤,其中99%都储存在骨骼中 摄取足够的钙质在每个年纪都很重要,尤其是青少年正在快速生长的年纪 如制品如牛奶、优格,其丝是最容易取得的高钙食物 部分绿色蔬菜,如青花菜、豆腐、坚果也是很好的来源 维生素D 维生素D在骨骼健康中扮演二项重要的角色 其一是帮助肠道吸收钙质 另外也是骨骼健康代谢及增强结构的关键营养素 带大为说明 维生素D是在皮肤接触到阳光的UV、B后合成 所以晒太阳可说是获得维生素D 保护骨骼健康的方法之一 不过,掌根医院医师将坤俊提醒 现代人防晒、室内工作生活的形态 以及高楼林力、雾霾等问题 导致维生素D普遍缺乏 他建议除了中午阳光曝晒10至15分钟 也可以摄取鱼类、牛奶、蛋、香菇等天然食物 蛋白质 讲到促进骨骼健康的食物 大多数人都只提到钙质与维生素D 其实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也非常非常重要 带大为医师在专栏文章解释 蛋白质提供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当蛋白质摄取不足 会导致年轻时骨本存量不足 年老后加速流失 蛋白质本身就可以抓住骨骼中的骨质 防止快速流失 上了年纪后 蛋白质摄取不足 亦会造成肌肉量下降、肌力下降 进一步增加跌倒骨折风险 蛋白质的来源包括奶制品 蛋、肉类、鱼、豆类等 微量元素 带大为医师强调 维生素K、铭、鲜、维生素A的前趋物等营养素 也都和骨骼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均衡饮食才是促进健康的最好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